现任女人士公益维护人 民主党的候选人威廉·姆斯 以563,138票 得票率77.83%胜出 共和党候选人伯雷利 得票123,453票 得票率为17.06% 在皇后区 现任皇后区区长 民主党候选人凯兹 以137,632票 74.58%的得票率 赢得皇后区地区检察官移职 而共和党候选人莫瑞 得票为44,905票 得票率24.33% 凯兹胜选后将于2020年1月1号 上任皇后区地检 并辞去皇后区区长职位 在选出新任区长之前 该职位由副区长李珍仔代理 目前宣布参选皇后区区长的名义代表 包括市议员多诺万 市议员布莱默 前市议员克劳利 市议员康斯坦丁 市议员瓦隆和周仲议员辛德曼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 纽约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